人愛鄉公所邀請農改廠專家擔任評審 足以試吃每件農民參賽的甜飾 除了口感風味及外觀 也得實測甜度的高低 這次人愛鄉首次辦理甜飾評鑒 農民對自己栽培成果有信心 也藉由評鑒觀摩與學習別人的優點 第一次我們也第一次參加 我覺得這很好 這樣才可以讓我們人愛鄉的那個市值 讓大家都知道 因為我們是採用那個自然農法 我們沒有噴藥 而煎的人他吃得出來 因為很多東西吃在裡面是很順的 評審表示人愛鄉田氏整體而言 品質不在話下 不論是外觀以及內在的甜度 都給予高度的肯定 但或許是第一次辦理評鑒 許多果農不熟悉比賽規則 沒有對甜飾進行分級 使得評分被拉低 讓評審認為相當可惜 評鑒起來都算甜度脆度都非常高 尤其糖度的部分是算很好 然後再過來就是說熟度不一樣的 他也混在一起 還有不同品種的他也放在一起 這個是以後要有待改進的地方 我想我們農民的技術非常好 那只要再加強在一個生產履率 我們農會再推動 或是他的那個QBO CODE 乃是以農藥安全檢測 我們都有在做 那希望我們農民 我們產銷班 或是我們仁愛鄉的果農 跟農會一起合作 跟公所 一起來推動我們的市值 仁愛鄉首次辦理甜飾評鑒 主要是希望協助果農推廣行銷 也藉由評鑒 讓果農了解市場對分級的要求 這樣也有助於銷售出去的水果 提高競爭力並賣到更好的價錢 原始新聞NO 南投仁愛 超網報導